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有一项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那就是美国天然气LNG 并由此引发了中国针对美国能源战略进行打击的论断 中国要打击美国能源战略 这是真是假呢 风博士今天就来深挖新闻背后的真相 看看这液炎气革命到底 是不是请客吃饭 请注意 液炎气也是天然气 你可以认为 美国从液炎里挖出了天然气 这个和从沙漠里挖出石油 从海里挖出可燃冰没有什么区别 液炎气之所以冠以革命二字 实在是因为液炎是生成天然气的地方 出量极大 因而给了人们一种信心 如图 液炎气确实开采难度最大本着地大乌博的传统 在液炎气储量方面 中国排名世界第一 达31.6万亿立方米 2017年中国液炎气产量达到91亿立方米 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排名世界第三 很明显 中国在液炎气的盛宴中并未缺席 被忽悠的革命奖校长就问 用爱发电那些事儿中提到过 中国对煤的能源需求高达65%以上 成为空气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而同样的能源消费量 美国由于天然气用量较大 空气污染远不如中国严重 甚至连台湾省的空气都比祖国大陆好 作为世界上唯二可以 工业化八液炎气的国家 可燃兵 液炎气对中国来说 都是极大的诱惑 然而 自2010年我国液炎气项目广泛开展以来 被忽悠的提法就没断过 咋的了 中美情况不一样吗 美国液炎气层开发深度在2000到3000米左右 而中国的气层3500米都是浅的 4000米都不稀奇 仅此一条 开采难度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这还没完 美国人的液炎层是平直的 打井成本低 中国的液炎层经过一年的挤压 如同波浪一般 打井成本特别高 如果说前面都算困难 那最后这一条算是釜底抽薪 美国液炎气开采技术需要大量的水 而中国液炎气负极的地方恰恰都是缺水地区 这一套坑跌的客观条件下来 中国人还能规模开采 真是相当不容易 当然 价格就没办法了 美国人成本9毛1立方米 我们是2块多3块 如果对比一下中美天然气管道分布 你还能发现中国连管道都不多 运输成本更高 中国要烧天然气 成本比美国大得多 亚洲和北美天然气价格也基本上反映了这一现实 一般来说 亚洲天然气比北美价格贵三倍是为正常不正常的时候五倍 如果仅仅是运费 那肯定不会这么贵 资本家们当然是看准了中国天然气开采成本 就是比它贵三倍 赵峰博士看 与其自己花力气 以人家三倍的成本开采 不如直接买算了 还省了环境成 本能 特朗普的美梦中国需要改变能源结构不假 自己开采却真的是太贵 如果可燃兵开采迟迟不能成功 那么进口天然气是必然的 这就是特朗普自信的来源 但是 美国的天然气产业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强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叶岩气是一种消耗极快的资源 说到这里 峰博士不得不提一下沙特 2015年 沙特石油碳明储量2660亿桶 按照目前开采速度 挖个100年不成问题 所以大家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沙特变雄鬼的那一天了 更混蛋的是 这20年来 沙特新碳明储量比挖出来的还要多 也就是说我们的孙子没准也看不到那一天 叶岩气不一样 这种资源开采难度大 消耗速度非常快 美国叶岩气碳明储量不小 但技术可开采的储量不多 目前是5万亿立方米 但是它一年产量高达8000亿立方米 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 12年后叶岩气将全部耗尽 这个根找到多少就能挖出多少的石油 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密密麻麻的井架 在中国复制很难这么说来 中国的叶岩气可以挖多久呢 中国天然气产量在1400亿立方米左右全部汽填 是算可开采的那部分 用个300年没啥问题 当然 这不是说我们比美国多 而是我们烧得慢 要知道 美国天然气产业起源于1821年 已经挖了100多年 二战之前都是世界主要天然气供应国 这份产业独一无二 地下储量自然也就用尽了 所谓的叶岩气不过 是回光返照式的续命 你想想 如果便宜的天然气可以挖 归才花那么大力气 去打一两年 就要废弃的气田 客观地说 叶岩气革命在美国是成功了 十几年来 美国制造业能保住宝马奔驰 这种能源密集型企业 便宜的天然气能源鞠躬之北 但你要说叶岩气革命可以造就一个能源输出国 那就想多了 美国制造业是能源密集型产业 2006年到2015年 美国天然气消费量由6144亿立方增长到7780亿立方 新增的叶岩气产能 还不够本国消费 哪里有余力去出口 倒是因为偏燃气挤占了石油需求 导致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大跌 让中国好好享受了一段低油价的日子 该怒不敢言的中东各国面对美国的能源大国梦 纷纷表态不肯减产 将国际油价控制在50美元一桶一下 前面我们说过 叶岩气的开采成本比传统方法贵很多 一旦国际油价下行 投资很可能会收不回来 叶岩气资本来自于华尔街的风头很明显 和其他能源输出国比起来 美国叶岩气并没有成本优势 在东亚也许还能凭着一价赚到一点钱 如果放到国际市场上 竞争力并不大 更不可能说服欧洲盟友放弃便宜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 去购买贵得离谱的叶岩气 如果美国将叶岩气作为国内消费能源 降低对外能源依赖 降低制造业成本 那自然是可行的 但他要贪心不足 拼经济 赚外快 把叶岩气推向国际市场 那恐怕只能是杀鸡取卵 特别是当他得罪了世界天然气大用户之一的中国之后 这种能源帝国 的野心更没什么实现的机会 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啊 中国叶岩气也是如此 没有不行 多了其实并无必要 至于这玩意到底得了谁的命 那是谁亏钱谁知道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